感谢大家今天下午来国际艺术展来参加这个新书发表会 我今天我很感谢两位主编把这样一本书呢做出来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呢也许不是直接跟这个书相关的 比较是我对于这个同性婚姻这个议题 这几年的一些其实都已经讲过的看法 我简单的再讲一点 但是呢这本书呢它其实的主题呢 也就是同性婚姻这个主题 我希望我讲完以后呢 大家更激起大家更多的兴趣来看看这本书 这个刚刚昊宗说了这个我跟这个书的关系呢 其实就是我写了一个推荐序 这个旭大概是差不多四年半以前吧 我的一个参会上的一个发言 那个时候其实同婚运动刚刚起步 这个大法官也没有做出这个视线 那不要讲说公投啊这都在之前 但是呢我想今天回过头来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个序的话呢 我想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利润是还蛮公道的利润 而且当时听不下我这篇文章论调的人呢 恐怕现在都会觉得非常入耳 事实上呢我对这整本书啊 的这个我觉得呢这整本书内容过去 对这整本书内容并不待见的人呢 我觉得也会另眼相看 如今啦 而这些都跟2018以后的公投呢 是有关的只是说在这个2018的公投以后呢 同婚运动我觉得啊 由一两年以前的这个亢奋的情绪 转而成欲 甚至没有力气收拾战场 更遑论在立法的方向上提出新的愿景 所以呢我说我今天呢 我从这几年我常谈的两个观点出发 讲一下我对目前同婚立法方向的一个观点 首先我认为台湾的同性婚姻运动呢 不完全是一个本土自发自生的运动 而是受到国际潮流的影响 而这个国际潮流呢 也是多方面发展的一个结果 例如这个全球化下面 粉红经济和跨国NGO的影响 西方媒体建构和诱发出 伊斯兰基本教义 对于这个同性恋的反制 成为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标的 这个同婚变成了斗争的标的 西方而且还以同性恋权利来粉饰 他的帝国主义行径 这个就像刚刚这个红林有好像提到 说以色列好像很善待同志 但是呢就同时粉饰了他在巴勒斯坦的这些作为 另外呢这个西方内部他右翼思想的兴起 和左翼的这个激进思想互相的激化 所以在这些影响下自由派和西方的国家政策也开始从中间保守的立场 转向 把同性恋纳入权利的这个范畴 以文明开化的姿态来推动 这非常明显的对不对 这个柯林顿曾经是这个关于同性恋在军队 他是你不说我就不管你 但是到后来他的这个太太希拉蕊 还有欧巴马欧巴马改变他的第一任的这个 这个对同性恋的这个保持距离的做法 然后呢全力的来推动的同性婚姻 所以这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西方国际政治的一个转变 那有一些国家呢为了绕过民意的支持 就采取了司法的手段 透过大法官的视线来推动同性婚姻 而这个台湾呢也基本上就采取了同样的这个路线 好第二个呢我想从国际回到台湾来讲 我认为呢同性婚姻 对于一般同性恋者来讲有一种吸引力 倒不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对婚姻有所向往 也不是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婚姻是最重要的权利 而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婚姻代表了国家 对于同性恋的正当性的承认 幻想由此将神奇的一举消除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歧视 是同性恋平权历程的终点 但是呢其实同性婚姻对与国家对同性恋认可 并不能完全等同 换句话说国家认可同性可以结婚 未必就因此能以国家的权威和力量 来认可同性恋在道德文化上是正当的 我们可以观察一个过去的一个例子 简单例子 台湾法律过去有一个规定 就是你通奸的人 你不能够再结婚 那后来呢他就取消了这个规定 就是说你过去通奸的人 现在可以结婚 那他开放有通奸罪的人可以彼此结婚 并不表示国家就有能力改变社会文化里面 对通奸的这样的一种污名 所以呢国家开放了通奸者结婚 并没有一举改变通奸在道德和文化上的意义 其实同性婚姻呢我认为也是一样的 因为国家是不是能够改变同性恋的道德文化意义呢 他需要很多条件的配合 这个如果这个社会啊 仍然有很多对于这个同性恋的歧视 开放同性婚姻呢 并不能导致这样的歧视消除 其实呢这个台湾过去呢 对于同性恋有一种温情卖卖的容忍 但是现在这个温情卖卖呢 很可惜呢 在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同性婚姻的运动的正反的激荡 这个温情不在 而且产生敌意 而且呢也使得未来的同性婚姻 没有办法产生对于同性恋的认可 现在我们知道很快的 台湾政府呢就会认可同性可以结婚 但是呢 已经不会更多的或者是多余的认可同性恋 具有道德和文化上的正当性 换句话说同性恋现在在我们社会里有多少正当性 同性婚姻通过后还是只有那些正当性 不会产生更多的或多余的这个认可 我所谓同性这个多余或胜余认可其实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的整个社会对于同性恋的认可从百分之五十 变成百分之一百 所以这个 我认为呢这个 会产生 透过同性婚姻会产生多余认可的这个幻想呢 在二零八年 二零一八年就去年的公投以后呢 就不应该再存在了 当然这个同性婚姻之所以没有办法在台湾带来多余的这个认可 胜余的认可主要也还是因为反对同性婚姻的运动 而这些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呢他们也有一种幻想认为 国家的这个同性婚姻不是会带来对于同性恋的道德的文化上的认可 所以就产生了对于这个 胜余认可的争夺战 由此呢撕破了这样的一种温情卖卖这种和平共存 然后呢激化出双方的更多的污名和敌意 这个 但是呢 这个 很显然呢 现在直到现在有些人呢 还是在幻想或者是在争夺这样的一个剩余认可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焦点 还是环绕的这个民分 很象征 而不是实质的需要 所以他们还是在争议说 到底这个同性婚姻的立法是不是要称作婚姻 所以这争执的基本上是个名称 而不是它的内容 换句话说 我认为同性婚姻之所以要争取进入民法 并不是真的考量过同性婚家的需求 是不是真的能在民法里实现 而完全是为了剩余认可的考量 在这个同性婚姻 刚刚草泥推动的时候 有所谓的还有所谓的伴侣法和多元成家 可以显现出台湾社会在婚家方面的这个很多不同的需要 但是呢 显然那个时候同性婚姻是受到国际上同性婚姻的 运动的鼓励 而认为一定要推动同婚姻运动 来替同性恋平反 争取剩余的认可 台湾的国家呢 政府呢也希望透过这个行动呢 来使台湾在国际上呢 有一点被看到 我认为这个出发点呢 不是一个依照实际需要进入婚姻家庭的人的出发点 而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 争取我所谓剩余认可的考量 如果我们撇开这种政治上的需要 而考虑实际上的需要 我们现在反而能够思考要设计什么样的同性婚姻家法律 可以产生什么效果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考虑的恰恰不再是针对反同婚派 而是要针对同性婚家内部里面不同甚至矛盾的需求 那么你怎么样把同婚内部的这个矛盾需求展开列出呢 我认为可以透过这个所谓现在同婚专法的一个两极的趋向来考量 一极就一个极端呢 就是把同婚这个专法应该尽量类同于传统的婚姻 换句话说 这个同婚专法呢要回归传统 给予同性婚家同样的传统的保障 作为传统家庭的补充 然后它会产生一个外溢的效应 就是它会溢出这个同性婚姻本身 有产生这样的外溢效应 这外溢效应呢它就会补强传统异性婚姻家庭 但是呢也最终可以使得同性婚姻完全纳入传统的异性婚姻 于是呢在专法在实质上就变成了民法 另外一个极端呢 就是同婚的专法它要尽量有别于传统婚姻 一言之呢这个专法要把婚姻家庭去传统化 免受传统异性婚姻的束缚 形成另类的现代的家庭新模式 然后它同样也会有个外溢的效应 这个效应就是能够改造传统异性婚姻的家庭 因而最终使得异性婚姻呢也逐渐趋向同性婚姻的模式 于是这个民法呢就变成了专法 不论最后立法落在哪一个极端或者中间 其实这个主要的时候我们要看中的是论证话语的过程很重要 就是很多讨论要往两端趋向这个两个极端开展 要把两个极端的合理性和厉害后果都把它讲透 而不是认为某一端才是正确的或者进步的 而另一端是错误是反动的 我们要打破了这个激进和保守的分类 从本能跟这个苛救中逃逸 这样的论辩本身就能够建构出 建构和创造出事物走到它反面的一个主体条件 如果这两种立场趋向都能很完整的论述和精妙的论辩 如果都各自有道理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种立场 并不必然对应之前的同婚派和反同婚派 其实是不会对应的 而会重新切割出新的社会论述和对话空间 影响打造各自的新的主体方向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这本书 我觉得它内容上很多方面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书里的内容里面 找到这样的一种非常差异性的 多样不同于主流的这样的一个论述 那我希望大家的阅读愉快 谢谢